紐約市市長白詩豪星期三宣布 計劃在紐約市關鍵地區 設置新冠病毒防疫檢查站 強化檢疫隔離措施的執行 白詩豪說將會向旅行者提供有關隔離的信息 並提醒他們這是他們必須做的 不是可做可不做 違反隔離規定的人 最高可被處以1萬美元的罰款 旅行者如果來自紐約州旅行警告 名單上列出的州 就必須檢疫隔離14天 任何旅行者如果來自新冠病毒 連續7日平均陽性檢測率 10萬人當中超過10人 或7日平均陽性檢測率 超過10%的地區 就必須接受檢疫隔離 紐約州的領導人希望 這項的檢疫隔離規定在全美國 大部分其他地區 新冠病毒確診病例都在增加的同時 能夠幫助將本地的確診病例 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紐約州州長科莫在聲明中說 他們的職責就是盡可能控制著新冠病毒 並且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預測 他們關注的重點是 病毒感染在全國範圍裡的傳播 以及本州各地對現有防疫規定的執行情況 檢疫苗 警示 cult一直到達 國際火星 activ旅行 發球 美國